我必须说我们这个中国味不大适应吃西餐 然后到了国外以后呢 可能最能够接受的就是麦当劳 但是到了麦当劳以后呢 你就会发觉国外的麦当劳 就比如说这个欧洲的麦当劳 和国内的区别又蛮大的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区别 首先我们换到英语 然后选在这边吃 然后呢你就会发觉 它最大的区别就是 它能够选择的东西比较少 不像我们还有什么板烧鸡腿宝 麦腊鸡腿宝 这些呢其实在这边呢 都是没有的 它只有哪些东西呢 就是比较常规的 什么麦乐鸡块 对吧 然后汉堡 然后双直式汉堡 还有我看到前面也是有那个 就是麦香鱼啊 还有这种类似麦香鸡的东西 但是呢它相对来说就是 没有我们国内那么多的选 然后呢 有一个东西可能会暴露年龄 就是原来我们国内 其实是有奶昔这个麦当劳是有奶昔的 像什么香草啊巧克力啊这个草莓的 现在只有到国外你才能够吃得到麦当劳的 然后冰淇淋的选择也比较少 它只有类似于像这种麦旋风的东西 然后没有那个圆筒的冰淇淋 那个是叫新帝 这也是没有的 这些有比如说麦旋风有这种奥利奥的 就是我们国内有 然后呢这个是狮子的这个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一个做早餐麦片的这样一个 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像什么快乐人餐啊 啊这些呢都是有的 然后呢嗯 套餐也是有的 还有就是那种大的套餐没有啊 就我们可能买很多很多人 然后最关键的就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些纯鸡的那些东西啊 这也是没有的 你看它鸡的这些就没有麦拉鸡翅 还有一些比如说新出的那些 嗯跟鸡有关的各种各种各样做法的东西啊 这些呢 它只有一个就是 麦了鸡块 这个就是它它只有鸡块一个东西 然后呢这个呢是那个芝胜球 这也是属于欧洲比较有特点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这个来势有用吗